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对外的贸易政策,就连盟友都被迫进行反击。 这次,全世界被特朗普贸易政策影响了国家,没有选择就此妥协,而是与特朗普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贸易战,特朗普加多少税,各国就反制裁多少税,即使美国强大无比,但与全世界为敌还是显得有些勉强。 据外媒7月3日报道称,几十个国家代表,在WTO会上称,特朗普违背了WTO基本准则,试图追加汽车方面的关税,那将使全球贸易战规模升级到一个更大的档次。 世贸大会上,一名日本议员表示,特朗普在汽车关税上的威胁,会导致世界多边贸易体系近乎崩塌。 众所周知,特朗普斯斯打响的贸易战,主要针对的就是全世界的钢率产品。 汽车产业因此受到冲击,欧盟28国发出警告,若是特朗普敢对欧盟的汽车动手,欧盟将拿出近3000亿美元的关税制裁美国。 俄方表示,美国正在失去自身的国际地位,开始透支最后的信用。